少年跑着离开青石板街面的桃叶巷 老人久久站在家门口 看着两边的桃树 一名身材恶螺的妙龄丫鬟 来到老人身旁 小声说 老祖宗 看什么呢 外边天冷 可别动着 丫鬟服侍老人有些年岁了 知道老祖宗是菩萨心肠 少女对老人是有净无味 就笑脸嫣然俏皮地问 老祖宗 该不是想起少年时遇见的姑娘了吧 那位姑娘当时就站在桃树下 白发苍苍的老人笑道 桃牙 你跟那宋姓少年一样 已是有心人哪 丫鬟得了表扬 娇憨地笑着 老人突然说 这两天哪 有个远房亲戚要登门拜访 到时候 桃牙 你就跟随家里的那几个孩子 一起离开小镇 丫鬟愣了愣 眼睛一下红了 老祖宗 我不想离开这儿 一向极好说话的老人挥了挥手 我再看一会儿巷子风景 你先回去 桃牙 听话 否则 我会生气的 丫鬟 值得 怯生生离去 一步三回头 桃叶巷的桃叶玉玉 尚无桃花 老人轻轻地呼出一口浊气 跨过门槛 走下台阶 走向最近的一棵桃树 站在树底下 老人伤感叹道 桃之夭夭 灼灼其滑 沉得是 再也见不到了 老人回望一眼自己的宅子 尼难道 小镇的得天独厚 本就不合大道 当初被圣人们 硬生生改天换地 享受了整整三千年大气云 历代走出小镇之人 多在整个东宝平州 开枝散叶 可是老天爷是何等精明 所以是时候来求后算账 跟咱们收取报仇咯 你们这些个孩子呀 不赶紧离开这儿 难道跟随我们这些 本就破碎不堪的老朽就辞 一起等死吗 要知道 死分大小 咱们小镇几千口人 这一死 是大死啊 连来生 且没了 所以呀 如今趁着老天爷 还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时候 能多凑一人 是一人 老人伸出干枯手掌 扶住桃枝 有心人 有心人 希望真能天不负吧 不知何时 读书少年朗 赵瑶的奶奶 拄着拐杖的老玉 已经走进这边 都该入土的老头子了 还这般天真 如老娘们涂抹胭脂 真是尤其面目可赠 这场灭顶志在呀 是你那点好心肠 就能改变丝毫的 老人的眼神 有些恍惚 看着同样满头雪白的老玉 他莫名其妙的说了句 你来了 老玉先是一愣 然后立即恼羞成怒 一拐杖就打过去 老不休的贱屁子 一大把年纪了 还敢嘴画画 拐杖雨点般的落在身上 老人只得落荒而逃 不过他哈哈大笑 老玉站在桃树下 犹然气恼不已 后悔自己不该心软 鬼使神差的 走这趟桃叶巷 最后 老玉抬起头 看着抽出嫩芽的桃叶 老玉一步一步 走回俘虏街 拐杖在青石板上 一次次敲响 一座浮华千年的安详小镇 不曾想到最后 皆是没有来生来世的可怜人 当真就没有一线生机吗 西水渐浅 景水渐冷 老怀更老 铁锁生锈 大云低垂 今年 桃叶 见不到桃花了 话说 陈平安 又一次 见到青衣少女了 是他呀 默默跟在一个 中年男人的身后 低着头 啃着一张 葱油鸡蛋饼 那男人呢 一脸的生无可恋的模样 见到陈平安后 男人停下脚 不问道 你是不是上次被我赶走的 那个家伙呀 男人后背 被重重一颗 撞了墙壁的青衣少女 抬头后一脸茫然 突然看到了陈平安 他刚想要笑 猛然转身 背对着陈平安 少女手脚忙乱的擦拭嘴角 陈平安忍住笑 对男人点头说 阮师傅你好 看样子呀 这位姑娘多半是 阮师傅的女儿了 不过妇女的长相 是真不像 也幸好不像 被陈平安称呼为 阮师傅的男人 正是那个到了小镇 没多久 就迁往南边 小溪畔的铁家 他继续问 刘贤阳这两天 怎么没去打铁呀 陈平安刚要帮刘宪阳解释 男人已经冷声道 你去告诉那小子 今天要是再见不着 他这位大爷的面 明儿就不用去我家铺子了 陈平安急匆匆的说 阮师傅 他家里出了点急事 男人打断少年 很不客气地说 那是他的事情 管我屁事 陈平安本就不是擅长言辞的人 愣在了当场 急得满脸帐红 又不知如何开口 生怕自己帮到吗 阮师傅的耿直脾气 他可是切身领交过 轻衣少女 试图帮陈平安说点好话 结果被织女没弱腹的男人 提前教训道 吃你的饼 满腹委屈的少女 突然加快脚步 一脚狠狠地踩在男人脚背上 然后脚下伤风 瞬间就一溜烟的没影了 男人哀叹一声 把陈平安晾在一边 继续前行 陈平安也叹息一声 跑去早点铺子 买了一龙六只包子 赶往泥坪下 到了自家院子 结果看到刘宪阳 蹲在墙头上 半边身体倾向了 宋吉欣家院子 偷听得很是聚精会神 陈平安有些时候会觉得 刘宪阳确实挺欠揍的 他只得提醒 哎 刚才见到阮师傅 让你今天就去铁匠铺子帮忙 还说要是今天见不着你 就把你辞退 刘宪阳心不在焉地说 急傻 我这种既手脚利索 又能吃苦耐劳的学徒 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阮师傅就是放放狠话 明儿再去也没关系 陈平安一摇头 我确定阮师傅绝对没开玩笑 刘宪阳烦躁地说 等会儿就去 别当我干正事 陈平安给黑衣少女送去早餐 直接给刘宪阳拿去三个 自己只咬着一个 刘宪阳三下两下 就解决掉所有肉包 一边磨嘴 一边笑声说 刚才 宋吉辛家来了个客人 一看就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就是现任官窑 督造官大人 那次他穿着官服 去咱们龙窑的时候 姚老头嫌你们这帮 不成才的学徒碍眼 根本就没让你们 露面长见识 我不一样 姚老头还让我给那位大人 掩饰一下 何谓跳刀 陈平安笑道 新任督造官 比较照顾宋吉辛 是小镇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你在这儿疑神疑鬼干什么 刘宪阳忧心忡忡地说 宋吉辛这种小白脸 是绝对争不过我的 可是万一智归 喜欢上这位 气度不凡的官老爷 我胜算可就不大了 到时候你未来嫂子 可就跟人跑了 我咋办 你咋办 陈平安 直接走回屋子 留下留下 杨敦在墙头上 自怨自艾 黑少女 坐在桌旁 腰杆挺直 一手握住刀柄 如鳞打地 她的额头 渗出汗水 这是陈平安 第一次看到少女 如此神奇 虽然身体紧绷 充满戒备 但是眼神发亮 跃跃 欲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